奪倒大型軍演反制日美實力展現 中國海軍、海監和余晶部門 昨日在東海舉行名為東海協作2012首次海上聯合演習 出動導彈護衛艦和遷擊機等 11艘艦船和8架各型飛機參演 規模是近年最大 更有海軍醫院船首次參與 演習模擬中國執法船和烏魚船 在有爭議的海域中 被其他國家的艦船跟蹤、騷擾 甚至惡意阻撓、碰撞等情況 再由海軍派兵支援 分析認為這次演習 是針對釣魚台近日的爭端 亦是對日美兩國計劃 在中共十八大舉行期間 進行聯合奪倒軍演的強硬回應 而在中國海軍演習同一天晚上 日本傳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說 為免刺激中國 日本與美國政府決定 取消原定下個月5日起的聯合演習 消息人士 火山雄 消息人士 北京 國中央